他會講減低一點速度 那我們請教練翻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對面從上到下解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三環解剝器 然後這邊右邊這個綠色的 就是如果當我們租產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拉掉 把租產解剝掉 然後這個就是RISO 他是會經由這一條線 直接把複產直接拉出來 然後這個如果當這個RISO沒有作用的時候 我們還會有一個複產拉法 這個就是複產拉法 所以我們所有的教練 在剛開始學跳產的時候 這是最基礎的教學 所以就是主彩有問題解脫 拉複產 所以藏庫會比較不會讓自己身體 然後盡量不要像我們有POLO3 因為在自由落水的時候這個會打 這邊會紅掉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戴眼鏡有關係嗎 戴眼鏡我們有用過一個風鏡 那個風鏡會把眼鏡放在裡面 對 民眾的體驗我們會選擇不一樣的地方 對 因為路由高台那邊 可能車程有點太擁擠了 對 以暑假的假日來講 大概這樣一天能夠 run多少的旅客來做這件事情 暑假這樣講好了 我以泰國為例子的話 他們一整年度大概會有7000到8000的 就是體驗跳傘的人這樣子 我們這次亮人的台灣就是這次活動 我們這次主要是以獻服的活動為主 那我們之後大概為期10天左右 那主要還是以表演為主 對 謝謝 謝謝